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恶心社报道 塞尔维亚总统伍琪奇当地时间周四 谈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地区近来争端等话题 他表示一旦塞尔维亚同意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西方就会要求塞尔维亚政府承认自行宣布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独立 报道称 伍琪奇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是否会实施制裁要困难得多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270多天了 现在他们要求我们相互承认 就好像塞尔维亚得到普里什蒂娜的承认很重要 就好像这些都是相互的让步 如果昨天投票的79%的欧洲议员 要求是承认一个独立的科索沃 这就是最重要的信息 那么这就证实了我的话 如果我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第二天他们就会称赞我们拍拍肩膀 甚至在一天后就会提出新的决议 要求塞尔维亚必须承认科索沃独立 并将继续提出其他要求 吴奇奇评论欧洲议会 此前通过的一项决议时称 当地时间23日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 认定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据俄罗斯观点报纪上 当时有欧洲议会议员 要求塞尔维亚加入该决议 近来科索沃地区局势处于冲突边缘 法新社22日报道称 塞尔维亚总统吴奇奇 与科索沃领导人阿尔宾·库尔蒂 21日在欧盟协调下 就塞尔维亚车牌使用问题谈判失败 随后欧盟和塞尔维亚警告称 当地或发生暴力冲突 在欧美等国压力下 霍尔蒂22日宣布 政策将推迟48小时执行 而据路透社最新报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23日表示 科索沃地区和塞尔维亚 就科索沃北部有关车牌的问题达成协议 结束了持续近两年的终端 不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在达成协议后 塞尔维亚负责科索沃和 梅托西亚地球事务的办公室主任 佩塔尔·佩特科维奇 23日晚间表示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地区之间 最终关系的正常化 以及塞尔维亚是否承认科索沃问题 并不在由欧盟主持的谈判议程上